给刘鹤壮行向川普示威央视来个大动作,但高科技生产锐减债务创新高,日前中共央视播放了一段导弹发射画面,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在美中贸易摩擦背景下。 像美国示威有南非大型投资公司CEO在达沃斯论坛表示,美中不仅仅限于贸易摩擦,更是新世界秩序之争在对美关系上,中共一直使用蒙蔽、欺骗和拖延的手段,争取回弦的空间和余地,但目前并未在这场新世界秩序之争,终获得优势及国内的债务违约问题非常严重。 其赖以与美国竞争的高科技产品,也在锐减之中,而中共口头承诺多买美国产品。 实际进口美国大豆年减99投资人美中冲突,是新世界秩序之争美中贸易摩擦,已经升级到军事、外交、科技等全方位冲突。 关系到世界的新秩序1月24日,周四,南非大型投资公司天达集团首席执行官亨·德里克·图瓦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 美中贸易战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双方的贸易谈判,并非真正仅仅和贸易相关,而是关于新的世界秩序。 他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采访时表示,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贸易,而是新世界秩序之争。 他认为,自共产主义运动失败苏共倒台20至30年以来商业活动经历了一段非常,非常好的时期。 美中在去年12月初,约定暂时停止。 战后,中共承诺恢复购买美国农产品及商品,包括其报复的重点大豆路透报道。 中共海关1月25日的数据显示12月进口美国大豆数量,年减99%仅剩69,298吨也让。 2018年进口量,将至10年来,最低中共要赶上购买承诺,还有一段距离路透指出。 美国出口商上周共有6艘开往中国的大豆船,是贸易战开打以来最多的一周。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只购买了一小部分,原本从美国进口的产品。 中国未尝债务创900亿新高不过中共在贸易摩擦中仍处于劣势。 原因是中国经济非常糟糕,这使其债务违约、风险、大增评及机构标准普尔统计。 去年中国境内债务违约率,创下历史新高超过900亿元人民币,并指出中国经济放缓,将使企业更难偿还债务。 据美国CNBC1月25日报道,标准普尔全球评级,1月21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含义蔓延,可能削弱所有领域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且企业的偿债能力,将随着需求降温和利润率收缩而下。 将据标准普尔统计去年中国境内债务违约率,创下历史新高,为偿还债务超过900亿元人民币,并指出中国经济放缓将使企业更难偿还债务,并削弱几乎所有领域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 此外评级机构目的表示,中国经济疲软和贸易战,可能会使公司更难偿还债务。 华融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Jackson Wong也警告,如果美洲贸易谈判,或贸易冲突恶化,我们肯定会看到中国公司的债务问题变得更糟。 中国高科技产业生产锐减中共赖以与美国竞争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出现锐减。 日本经济新闻1月24日报道,中国进口的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2018年12月同比,下降34从韩国的半导体进口,也显著减少。 报道说,以中国为镇原地的高科技产业景气恶化,开始给全球企业带来了打击。 日本经济新闻进行的统计显示村田制作所,TDK,京磁,日本电产,阿尔卑斯阿尔派,日东电工这6家公司,2018年10至12月的订单额,部分为接近于订单额的销售额约。 1.53万亿日元,同比减少30隔9个季度,再次出现负增长。 在世卫经济不断扩大的支撑下半导体需求,从长远来看,将会持续扩大。 但由于中美摩擦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市场上,出现了谨慎观点。 FMBC热新证券分析师,花乌乌认为,此次下降周期,可能比通常拖延的更长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 2019年1月23日,中共央视在军事报道,节目中向外界首次展示一枚被称为关岛杀手。 的中程弹道导弹,2019年1月23日,中共央视在军事报道节目中,向外界首次展示一枚被称为关岛杀手。 的中程弹道导弹,视频截图CCTV,向美示威中共显示发射东风26型弹道导弹20。 19年1月23日,中共央视军事报道节目中,向外界首次展示东风26型弹道导弹的发射画面,包括罕见的导弹吊装、弹体以及发射室、驾驶室细节等发射地点在内蒙古沙漠。 以列装中共火箭部队的东风26时速18马赫射程,达5000公里涵盖关岛。 因此称为关岛杀手中共媒体,将其称为航母杀手,但中共导弹对航母的杀伤力从未验证过。 中共近期在南海及台湾问题上,向外界表达其强硬立场。 此次高调展示军方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不得不令外界产生联想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认为,在美中贸易摩擦背景下,官方高调展示发射中程导弹,意在展示其不可低估的军事实力。 1月25日,周五,台湾军事评论人士施孝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表示,去年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以及大部分专家学者都对。 中共军事力量迅速崛起以及地区安全感到担忧。 中共阿波罗网路凡客综合报道